美国空军5号证实两架美军B-52供炸机飞越了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训练 根据报道 这两架B-52曾在6月3号从关岛起飞前往迪格加西亚基地 期间飞越了南部海域 而5号的起飞地点是从美军在印度洋的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 对于美国四架军机在三天内分别两批对华碰瓷 外界一般认为中国毫无对策 但是中国却在此刻公开了一款研发了12年的无人隐身机 案件战机的图片从而让美军大惊失色 更让广大炎黄子孙的心里有了底气 自从中国轰6K战机开始绕岛飞行和苏35与歼20参与出海训练以来 美军战机的挑衅就一直不断 从4月22号以来 美军已经五次派遣B-52战略轰炸机前往中国南部海域 频率之高是近几年来罕见的举动 尤其是在5月31号 美军一架B-52H战略轰炸机从贯岛起飞 途经中国台湾岛南部的巴士海峡 在距离中国大陆广东省约300公里的地方进行了一次攻击训练 据称这是对某些岛礁的模拟攻击 因为B-52H可以携带20枚射程为1500公里的AJM86导弹 所以能够在中国的防空导弹射程之外发起攻击 这被认为中国没有应对的办法 与4-5月份的抵近模拟训练大大不同的是 刚刚进入6月份 美国就发动了多轮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其中3号和5号的B-52H穿梭模拟轰炸最具威胁 这里美军传达了三个信号 一是首次由美军战机对南沙岛礁进行航行挑衅 二是美军B-52H是往返的飞行航线 其挑衅性更是翻倍 三是中国在南沙岛礁上没有驻扎战斗机 而从陆地上基地起飞的战机 在赶到拦截的空域时已经看不到B-52H了 所以毫无拦截能力 也就是说虽然美军出动的是老而就的B-52H 而不是最先进的B-1B与B-2A轰炸机 但中国一样只能忘记心探 难道中国就真的毫无办法了吗 在大众质疑的时刻 中国公开了12年前进行过模型展示 但却再无消息的案件无人隐身战机 从照片来看 这是一款大型无人隐身战机 不但具有卓越的隐身能力 还可以在超音速巡航状态下 携载1000公斤导弹时拥有1000公里的作战半径 这个范围大致就是案件能够携载两枚远程空空导弹 或者四枚中进程空空导弹 执行空战或拦截任务 而作战范围就包括第一岛链内外 那么也就等于在B-2H进入发射阵位前 案件无人隐身战机可以对其发动突然攻击 当然该机还能够击落B-1B和B-2A 也能与F-22进行空战 分析认为 美军频频派出一款战力强大 但却老旧的战机对中国的底线进行挑战 这种羞辱不能没有止境 美军的横行是有风险的 碰瓷也需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选择公开研发已久 但却始终密不适人的 案件无人隐身战机 就是意在警告美军 别以为中国就只能束手无策 虽然并不想引发中美冲突 但是中国手里有杀手锏 除了歼20和苏35等 有人战机强大的作战能力之外 中国也可以在南部海域 使用案件无人隐身战机之地 现在既然案件已经公开亮相 那么在局势紧张海域 该机现身的日子 也许就不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